德国汽车品牌大众在国民心中都有很重的分量 许多经济状况一般的人家在购买汽车时都会选择大众 尽管大众走终端路线 但是价格亲民的前提下质量依然有所保证 不论是年轻人还是老一辈人都喜欢开大众 而大众出产的大众CC更是受年轻人的喜欢 不论是造型还是价格都能让年轻人满意 近日更新换代重新设计的大众CC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实在是给大家一个惊喜 与旧版的大众CC不同 新大众CC采用的是无矿车门加上双层玻璃的设计 更是凸显了新的特点 从汽车的外观来看 无矿车门是整个车身更加的完整 让人第一眼看上去就有一种轻艳的感觉 车头上的大灯与格兰连为一体更加的完整 而新大众CC的内部结构与老板大众CC相比 变化并不是很大 中规中矩的中控台和按钮设置并没有什么更新的地方 在动力方面配了一台2.0T的发动机 在日常生活使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 不过指望一辆小轿车达到跑车的速度 那就不可能了 毕竟三星宾馆的价格享受不了五星酒店的体验 这辆新设计的大众CC厂家给出的指导价 大约在24万左右 加上各种渠道获得的折扣或许还会更少 如此具有时尚感造型和优质性能的大众CC 不仅是适合年轻人 而且各种年龄层次都可以开 只不过一些年纪大一点的人 更喜欢外观和性能都比较稳重的车型 这款大众CC其实是非常划算的 首先是品牌的保证 其次是性能的稳定 再有就是这款年轻的大众CC容易上手 光凭大众CC最美轿车的头衔就很容易被卖出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